全台有26间庙宇 说跟民众半年之外 当然就是要替大选暖身了 今天上午呢 他是回到自己互相屏东 可以想见 这个乡亲是非常热烈欢迎 不断地高喊总统好 而且这一回 总统好的这个声势呢 可以说是喊得正天响 格外有信心 因为前天晚上 这南昆生的戴天府 抽到国运签 是武则天坐天签师 被隐喻是代表 台湾会出与总统 只是蔡英文本人呢 真的相当低调 他的致死回忆 人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大家恭喜 总统好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初二一早现身屏东参拜 妈祖人气旺道一下车 被直呼总统好 让蔡英文笑开怀 家乡的人总是比较热情 谢谢 屏东出身的蔡英文 初二回娘家 受到乡亲热烈欢迎 而蔡英文 手持清香 向妈祖祈求 幸得一年 台湾国泰民安 而就在年初一 台南南昆生戴天府 抽出武则天坐天的国运签 被视为蔡英文 登上2016总统大位的征兆 小英又刻意回避问题 上千个新年红包十几分钟就被领光 要签名要合照蔡主席也都来者不拒 可见他的高人气 加上是2016总统人选大黑马 新春所到之处都能引发旋风宛如竞选 造势大会 记者林安平 评论报道